佛光照大地 伐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艺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我们来看佛光山的腊巴州 全球都在法宝节的期间 持续带给世人温暖 除了响应的是 佛陀承道的喜悦之外呢 也在疫情当下 让民众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但现在为了保持社交距离 改用宋道府的方式来发送 持续地把这份温暖 传递下去 在法宝节这天 佛光山一大早就格外忙碌 因为要赶着让大家收到 热腾腾的腊巴州可以享用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减少许多公开的庆祝活动 即使时局再变 但这份用心煮腊巴州的心 仍然不变 那么这几年来 发现到腊巴州烹煮的数量 差不多有250万万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但是呢 今年因为碰到新冠肺炎的肆虐 又再加上这个病毒 又有所变异 那么佛光山 在整个分送腊巴州方面 就会把它缩小 那么只有在佛光山 还有这一个佛光山 全世界各地的道场 在寺庙里面烹煮 那么当然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吃出健康 吃出平安 佛光山潮山会馆这边 同样忙碌 从理学院师生都投入 协助分装腊巴州的行列 那我们在这边的一个工作就是 包装的一个工作 那把潮山会馆 大佬煮好的这个腊巴州 分装给各单位 那各单位送去给那个 分配的信徒 至于说 附近的一些 跟山上有互动的一些信众 腊巴州是源自佛教经典 牧羊女乳迷共佛的典故 每年此时 一般人认为 吃腊巴州可以消灾保平安 近期台湾疫情紧绷 更彰显平安的重要 吃州也是吃平安 人间卫视五涌取 高雄财宝报道